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思路 未免让人有一种反扑归真的感觉 那么一向以技术领先者自居的美国 为什么走上了追赶苏联的道路 这款改变巨大的下一代陆基洲际导弹 它的目标又将指向谁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015年11月12日 美国国会研究所发表了一篇有关 美军下一代陆基核导弹的研究报告 报告中写道 美国空军核武器中心 要求国防部尽快展开新型陆基核导弹的研制工作 以此来接替目前已经服役近半个世纪的 450枚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 这份军方公布的报告特别强调 美军下一代陆基核导弹应具备较为灵活的机动方式 其发射车应具备在公路或铁路上的通行努力 对此 有俄罗斯媒体表示 这意味着如今美国也要加入目前 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公路机动核导弹去录 然而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内部却对于军方提出的方案 表现出了一定的抵触心理 据悉 在美国军方提出的方案被媒体公布之后 白宫立即约见了军方高层 并召开紧急会议 就下一代陆基核导弹 是否采用公路以及铁路机动部署的方式进行了商讨 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个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结束之后 据一位不愿意公布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透露 经过多位军方高层的吉利劝说 白宫才勉强同意了美国军方 就新型陆基核导弹采用机动部署的设计方案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此前美国政府一直明确表示 拒绝发展采用机动部署方式的陆基核导弹 对此 有分析人士表示 自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 美国陆基核力量 就一直使用着以发射井为载体的 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 但由于这种部署方式并自身的位置过于固定 导致民兵3的发射井 会在战时首先成为对方攻击的活捕 而采用机动部署的方式 将会扭转这一不利局面 美国下一代陆基核导弹 采用机动部署的方式 无疑会大大加强自身的生存能力 为长期被称为摆设的陆基核力量安全 装上双保险 我们说核弹采用公路或铁路机动部署 这应该比发射井 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这个道理我们都能够理解 但是我们发现美国却一直非常任性 它的民兵3的发射材 都是发射井 这个怎么去理解 战略打击核力量 它是三位一体的 其中有海基的 就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 14艘 那么它有空机的 现在主要是用的是B-2的隐形轰炸机和B-52H这种的轰炸机 陆基的主要是就刚才你提到的 民兵3型的 现在是447枚弹 那么既然它是三位一体的打击力量 所以它在这种三位一体打击力量里面 最主要的依重的是海基的核力量 因为俄亥俄级的弹类导弹核潜艇 可以搭24个发射管 而且是多弹头的 那么它在全球的大洋里面部署以后 它无论是先发起打击 还是说它挨打之后 二次打击的话 它的这种隐蔽性和打击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那么空机的力量 16架B-2是隐身的战略轰炸机 那么挂弹量也很大 突防力量也很强 所以它应该说对陆基的这种 也就民兵三型的这种导弹的依重 并不是很大 因为它所发挥的能力 在它的三位一打击力量里面不是最强的 所以我只要有这种陆基的能力 我就可以了 我就不一定要在全美国搞成这种铁路机动 或者公路机动的来去躲避或者规避 对方的打击或者探测 那么这个花的成本太高 陆基的反正就固定在那发射井 成本显然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是根据美国的整个的核打击力量的这种分布情况 它来确定一直使用这种陆基的发射井 而没有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采取铁路机动 或者公路机动 增加它的生存概率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国也要研制 以铁路和公路机动的洲际核导弹了 那是不是美国想通了呢 也不是想通了 因为它美国以前就搞过这个东西 你比如它的TI发射车也研究过 但是后来就说保留下来就只有民兵三 现在来讲呢 是不是美国一定要搞这个公路 或者铁路机动这个核武器呢 其实也没个定论 它只是在考虑比如说将来民兵三 如果说是它要退役了 要更新了 您是把这个发射井 重新再挖一批新发射井出来 还是更新出来 还是弄一批车出来 这会哪个再更便宜一点 你重新挖一批井 时间更长 还是这个弄起来车出来更长 它美国要全恒心而利弊 但是我们发现它现在这个陆基核弹的政策 发生了调整 这什么原因让它调整呢 实际上陆基核弹的调整的话 你要看是技术发展导致这个结果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原来俄罗斯的导弹 可能打击精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靠当量去补 这个时候如果我不能够准确的去命中发射井 那可能我发射井内的导弹 生存的概率就会很高了 你现在看看各国打击精度是越来越高 包括钻地的核弹都在出现 所以如果这个情况下 你井下发射的核武器 一旦被人盯上 跑不了 一旦被人盯上之后 精确命中的可能性 比以前大幅度增加了 那换句话说 我现在放在井下的安全性 比以前差了很多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可能是躲 躲不起了 我只有有办法逃 那所以这个时候 再考虑打击精度增加的情况下 那我可能 我公路机动的 铁路机动的生存能力的优势 重新又被提出来了 所以正是因为我们分析到的这些原因 我们看到美国有关于陆基核弹的策略 确实在发生着转变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民兵三之外 其实呢 美国也曾经秘密研制过一款 威力惊人的 可以说是陆基核导弹 但是这款导弹却意外的消失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去了解一下 早在1983年 为了对抗苏联 美国总统战略力量委员会就提出 发展一款更加注重 机动部署能力的陆基核导弹 并将其命名为诸如计划 而为了给该项计划让路 美国国会临时取消了海军和陆军发展 新一代战术核导弹的计划 甚至阻止发展反卫星武器 或是空军来发展诸如洲际弹道导弹 然而 1991年 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突然辞职 却打乱了诸如导弹的研制节奏 随后在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 两个导火索的双重作用下 美国政府最终放弃了 诸如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计划 并将已经生产出几枚的诸如导弹 长期封存 不过 如今在时隔20多年之后 诸如导弹似乎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复活 据媒体报道 目前正在商讨的美军下一代洲际导弹 将会采用与诸如导弹类似的公路导弹发射车 而在此基础上 美军还将发展出一款可以实现隧道部署的文本 然而 尽管美军下一代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雏形已经形成 但一些俄罗斯媒体 却将其列为了一种抄袭苏联的盗版导弹列车 他们表示 美军这种依靠铁路机动的设计思路 早在几十年前 苏联就已经实现了 而如今俄罗斯在苏联的基础上 已经发展出了第二代导弹列车 美国新型导弹采用铁路机动部署的做法 无疑是在跟随俄罗斯的脚步 来发展自己的陆基核力量 说到这的时候 可能我们需要回溯历史了 美国确实曾经研制过陆基机动的核导弹 但是最终的却有微信信了 这个怎么去解释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 因为是处于冷战状况 那么美苏两国都有大量的核武器 都可以把对方摧毁十几次的这个之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他必然要考虑 我路上的机动性 当然是越强越好 因为我有了这种机动性 起码我的生存概率可以上升 那么如果发生核大战的话 那么我的这个除了海基空气以外 我陆基起码也可以发挥一定的力量 所以我那个时候有这种需求 但是随着冷战逐步结束 随着美国海基和空气力量的加强 就是我没必要再发展这种机动型的 陆基的核力量 因为这个我的力量已经足以把苏联的核武库给摧毁 没有必要再把它就是做陆基的这种机动的防御了 所以你看美国人他就把它这个停掉了 并不是因为说我的这个花的钱太多 我承受不起 或者是说我的这种能力不够 我没法研制这种机动的完全是一种作战的需求 或者一种核打击力量的这种能力的需求 使美国确定他不必再发展这种这个力量 我把这个停掉完全就是没什么 对我没什么太大的妨碍或影响了 逻辑我们看到的美国是已经在研制机动部署的陆基核导弹了 似乎是在追赶俄罗斯 但是我们说这并不是美军的一贯思路 因为照常来讲他都喜欢在武器方面领先对手一带 那么在相关的研制方面 这一次美军会不会有所诚心呢 说是追赶其实我觉得不是很恰当 因为你现在俄罗斯的公共维护体系不像美国那么好 他这个白洋发车车来回跑就没那么的方便了 所以铁路这一块西伯利亚的铁路线本来很发达 所以不用铁路机动 而且铁路机动它可以带更重的导弹 维护起来一大车厢放在里边了 而它能够承受更大的导弹 可以导致导弹射程更远 再和更大 所以俄罗斯玩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先天的优势 别太一个无奈之处 美国要玩的东西呢 不见得是要去追赶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面对一个困境 它不得不怎么干 所以美国干的事情呢 不见得需要去什么领先超越或者创新 我只要能把导弹动起来 你看美国搞的TL发射车 它本身一开始发射车搞出来以后 比俄罗斯的实际上要想得简单 只要地形通过能力OK 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所以现在看来呢 美国搞这个新的 如果它搞的话 它也就是在美国的那个某几个大乡大湖区 那几个地方 能够让它的导弹动起来就OK了 不见得上面一定要多少创新 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美国确实已经在积极的做着一些调整 不过呢 有关于陆基核力量接二连三的丑闻 也让核导弹的研制萌生了变数 2008年5月23日 位于美国西南部的一个地下核导弹发射井里 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 突如其来的伙势迅速在安放 有民兵三洲际导弹的发射井里蔓延开来 但是就在核导弹 随时有可能被大火引燃的危机关头 与核弹发射井相隔不足百米的指挥控制室里 却没有任何一名值班人员 一场被称为美国陆基核弹史上的最大安全事故 就此爆发了 一场突发火灾酿成世界最危险的核武事故 美国陆基核安全是否存在致命的安全漏洞 正好是那段时间 它这个巡查力量严重不足 50枚核导弹眼皮底下神奇失踪 美国陆基核部队丑闻缠身 是否已经成为下一代核导弹研制的连路 因为你新的研制出来 你还是要有人管的 三个核基地共用一把扳手 维修工作只能靠快递维持 美国核部队为何因争抢一把扳手 闹到国防部 从这个方式来说明 我们实在是太不被重视了 我们就在这感觉好像跟海军比跟空军比 就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更多精彩 美国研制新一代核导弹接替民兵3 部署方式发生根本变化 美军下一代陆基核导弹的目标究竟是谁 发射井内民兵3离奇失踪 50枚核导弹同时掉线 国之重器为何会在美军眼皮底下人间蒸发 你不去精心的维护它 照样会出现漏洞 陆基核武库意外结果 五天之后才公诸于众 美军到底想隐瞒什么 过了五天之后 这个巡视队伍才巡视到这个发射井上 你看这少过了 损失不说多少多少钱 陆海空三机核力量论资排备 海基核威慑独占河头 美军陆基核力量能否凭借新一代导弹 实现全面逆袭 沙场推出 逆势而起的美国陆基核权正在河头 2008年5月23号 位于美国西南部的一个无人看守的地下核导弹发射井里 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 突如其来的伙势迅速在安放有 民兵三洲际导弹的发射井里 迅速蔓延开来 但是就在核导弹随时有可能被大火引燃的危机关头 与核弹发射井相隔不足百米的指挥控制实力 却没有任何一名直白人员 一场被称为美国陆基核弹史上的最大安全事故 就此爆发了 2008年5月23日 位于美国怀俄明州首府以东64公里处 一座民兵三导弹发射井内的电池充电器发生故障 引起发射井控制式起火 据报道 由于美国导弹发射井系统早已实现无人自动职守 因此这些火灾发生的现场没有任何人目击和报警 索性大火在燃烧了一个小时之后自动熄灭 没有蔓延到临近的发射井内 而这也让民兵三导弹没有受到波及 不过离谱的是 发生火灾时几公里之外 负责该发射井安全监控的发射控制式值班人员 没有发现任何征兆 直到五天之后的5月28日 由于监控系统显示 该发射井电路出现故障 美军才安排一名维修人员去检修 维修人员看到了一片狼藉的现场之后 军方才发现了这起火灾事故 然而 让媒体不解的是 这起发生在5月的事故 美国军方直到当年10月底才对外公布 就连负责当地治安的夏淹市市长 也是在10月份记者的追问下 才得知这一数月前的事故 对此 美国军方辩解称 由于调查过程非常复杂 所以才拖后了5个月公布这一事件 据报道 这起事故造成了直接损失达到100万美元 包括修复被烧毁设备 和清理现场工作的花费 美军公布的事后调查报告称 组装电池充电器的技术程序 以及发射装置通风系统存在缺陷 这次事件之后 美国空军已经更换了所有导弹 发射紧的电池充电器 值得关注的是 2005年9月 美国和平卫士导弹正式退役之后 民兵3成为了美国唯一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而这也是整个西方世界目前在意的 独一无二的陆基洲际核导弹 因此这些火灾和火灾后的迟缓反应 不得不让人对美国现役战略核力量的状态 和可靠性提出质疑 我们看到对于这次事故 美国军方称 是在这一次核弹发射进火灾的五天之后 他们才获取相关的消息的 那么为什么对于这么大的一次事故 他们这么晚才知道呢 这个说起来也不奇怪 它那基地确实太大了 它那一个基地是属于四台村里导弹 往那一摆 它起码那摆了像几十枚导弹的一个基地 而且那就是一部分人在里面巡视 比如说我这个小队十个发射警 那我肯定是派一批人在那巡视十个发射警 反正在那时间正好是美国相关投入不太够的时候 而且美国这个地方 它人力成本会很高 投入不够的话可能导致什么 就是捡人 人少了 最后我记得有前面报道说过 正好是那段时间 它这个巡查力量严重不足 就是轮班的周期不像以前那么密 按说我应该是美国这段时间 每隔几天我就要把发射警巡视一遍 结果那团人是不够的 导致着巡视时间间隔大幅度增加了 那可能这边起火了 过了五天之后 这个巡视队伍才巡视到这个发射警上 你看这烧过了 损失不说多少多少钱 出了一个数据 那可能就是一个人不够 大家都知道 一个整个体系要运行下来 它的管理制度必须要到位的 如果你整个的资金也投入保障不了 人员也保障不了 监控也保障不了 那整个管理制度 你没法落实 所以整个安全制度 如果落实不了的话 你比如说按说那个地方 不应该存放可燃物品的 但要是不该存在那了 存在那了 有很多违规行为会出现 所以这种一系列的情况 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 就这个基地 可能是因为一系列的投入问题 重用程度问题 管理上松懈了 人员不足了 系统老化 实际上就是这么个原因 一系列小问题对在一起 做尿尿能够活着 而且我们说 美军正在研制的 机动式陆极核导弹来说 在发射车上的安全系统 并没有发射经理那么多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 对于美军来说 需要建立一个 全新的管理体系 那么对他们来说 这是不是又一个新的挑战 它这个管理体系 实际上跟导弹的装备 无论你导弹 就是换成什么样的 你的这个管理体系都是要以这个弹 就是发给你的这种武器装备来确定的 多了一个移动的环节 那么你在管理上的环节 就是要增加移动的环节 运输车辆 不论是火车的 就是这种铁路运输 还是路基上的汽车的运输 你都多了这么一个环节 实际上你只是增加了这个 这对管理层来说 并没有太复杂的事情 就是你关键 你要制定一套 相适合你武器装备的这种管理体制 所以美国呢 他现在就即使研制了这种能够机动发射的 像一个核导弹 你的这个体制 比如过去的发射型的体制 或者是说你不去精心的维护它 照样会出现漏洞 而不在于说现在机动了 我就要重新制定一个什么新的这种机动的体制 而你这个新的体制制定出来 你不去落实的话 还会出现你过去的事情 所以从现在看呢 美军即使它研制了就是新型的所谓移动式的发射平台以后呢 它的这种就管理体制制定出来之后 还是在于人员的落实 而不在于说是这个要变得多么复杂 或者是说这个比原来的那个要高大上武器装备先进了 你这种管理体制也要变成一种什么所谓新型的这种管理体制 而关键是要落到是处跟你的武器装备的管理体制对起来 不管怎么样呢 发生在发射井里这样的一场火灾 确实让人们为美军捏了一把汗 但是对于美军来说 这样的一次事故并没有敲响警钟 紧接着我们看到一场更为奇葩的班首门闹剧 也相继上演了 2014年11月16日 据媒体报道 评估美国核力量的一个专家小组发现 存放450枚民兵三导弹的三个陆基洲际导弹基地 共用一套将弹头装在导弹上的专用班首 这一状况随即引起了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的关注 据军方公布的评估报告显示 导弹发射控制中心的炮兵抱怨 由于缺少专用的工具 导致设备损坏之后 短时间内无法对其进行修理 甚至出现一个长达十年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一度令发射中心被迫停止运转 如今这套维修工具已经停产 而工具中的专用班首 主要用于紧固核弹头上的螺丝 如果它在其中一个基地 而另一个基地需要使用 只能排队等待 班首短缺的现状 同时也激发了维修人员独特的创造力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称 维修人员想到了一个应对办法 那就是利用联邦快递 在各个基地之间运送这把唯一的班首 从而极大缩减了各个基地排队等候这把班首的时间 但即便如此 哈格尔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长期可行的办法 为此 美国军方的评估报告提出了一个超过100项解决方案 今后五年将加大对核导弹维修部队的资金投入 而哈格尔也保证 核弹部队的班首问题正在得到解决 他说 现在三个基地共用一把班首 很快 我们将给每个基地配备两把班首 对此有分析指出 虽然美军高层表示将加大资金投入 提高官兵的待遇 但单纯的砸钱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我们说作为国之重器的核导弹 美国的三个基地 民兵三的维修人员使用的是一套班首 怎么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你所有的管理制度你肯定会有一个配套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一个基地该有什么样的零配件 该有什么样的维修工具 按说一个管理制度如果很清晰的话 具体措施都该定的很调 很明确的 那么现在身为什么情况呢 有制度没落实 按照我们行业的话讲这叫两张皮 就是有制度明面上我里有它制度 运行起来不是那么回事 如果说三个基地这么多火武器 都用一套班首来调整 至少说明一个问题 至少班首的使用频率它不会太高 它不会是一个像我们经常 天天用的东西也不可能 可能是很少会使用的 但是说介绍这个事 很少会使用这么套班首 它会说这个东西很原始了 现在已经停产了 或者找不着了 然后现在我们三个基地 这套快递来会发来发去了 就借这个事表达一下 我们这支部队不受国防部 不受国家道路重视 表达这么一个情绪性的东西 据说是后来表达完了之后 有点用 起码三个基地 每个基地班首都配齐了 因为这个事本身不难解决 这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说这个不是大事 但是不被重视 所以才不被解决 大家就接这个事好像抱怨抱怨 那时候我先名义上说 是班首这么一件事情 就说是个小事 以小见大 用这个方式来说明 我们实在是太不被重视了 我们就感觉好像跟海军比 跟空军比 就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怎么办呢 抱怨抱怨 通过这小事来说清楚 就是主要给大众看 说我们这个核武器 都到这种程度了 只要把老百姓给忽悠忽悠了 老百姓舆论一起来 那好 那后面什么时候就好办了 那如果说现在美军 研制机动部署的核导弹的话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三个基地 共用一套班首这样的状况 还会发生吗 其实恰恰相反 这个武器装备越先进 它的操作越简便 维护应该是说越简便 比如说过去的这种战略核导弹 它多数是使用液体的推进器 你看液体的推进器 我们从我们发射 载人的飞船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它是要加注的 那个人都戴着防毒面具 然后去加注这种有毒的液体 它因为是燃料 那就过去的运载导弹 都是这样的 那么改成固体的之后 反而更简单了 那么显然 就是未来美国的新型的 陆基的核导弹 它研发成功以后 不管它是用发射井发射 还是在路上进行这种机动 它的维护管理 一定是更简便的 更易于操作的 那么前面说到的这种扳手的情况 应该不会再发生了 因为这种越是靠这种人力 或者靠这种机械的去操作的 这些事应该是越来越减少 如果要是还用扳手去 那你这个怎么体现呢 所以它未来的导弹 实际上美国是计划 在2030年的时候 研制出新型的陆基的导弹 来取代民兵3 那么它主要的改进 不在于它的机动性 而在于它的解保 就是你核弹 要解开它的保密系统 才能发射 它要在这个上面 要更安全 还有它的引信 包括它的引爆的系统 要更先进 还有在它的打击精度上 做文章 总之呢 这个机动部署的核导弹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让美军 扳手门的事件 不再发生了 不过呢 不可思议的事情 仍旧在继续 我们发现在美军当中 接下来呢 还要上演 民兵3离奇的失踪事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2010年10月26日 美国媒体爆出了一则 军方核弹失踪事件 据一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 美国军方官员称 这起事件于23日早晨 发生在怀俄明州 沃隆空军基地里 而失去联系的是 民兵三型 洲际弹当导弹 据悉 当时美军技术人员 在指挥室内突然发现 发射中心一台 负责管理一组 五枚导弹的计算机 最先出现了故障 引起发射控制中心计算机 和导弹之间信号混乱 从而引发了 其他发射控制中心计算机的 一栏串连锁反应 使导弹上的接收器 先后发出错误代码 导致安放多枚 民兵三导弹发射井内的 发射装置 无法与导弹联系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 技术人员紧急重启了 基地内五台发射控制中心的计算机 随后 第一台计算机 在耗费了约45分钟之后 与导弹重新建立了联系 而其余四台计算机 也在耗费约15分钟 相继恢复了正常 不过 尽管维修时间并不长 但在这一过程中 却已经有多达 50枚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 出现了短时间的掉线 对此 一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官员解释称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这起事件由计算机病毒 或者人为破坏因素引起 故障的原因 是因通信系统中硬件异常 而引起了信号相互干扰 我们看到在这次事件当中 美国核弹发射领内的发射装置 竟然无法与导弹联系 包括事后 美国的研究人员给出的说法是 是说通信系统 引起了一场信号干扰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解释 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解释是说的过去的 因为你看 因为武器研制 不像我们日常电器更新 你说我电脑 今天感觉速度慢了点 玩什么游戏不行了 我马上中文村买一套新的去 CPU更新多快 武器不是这样 它研制容器比较长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看到 民兵三也是这样的 这些导弹已经部署在基点里边 这么长时间了 其中很多的东西 随着发射警一起建立下来的 你要想短时间内 把所有的电器设备 电子设备全通信一变 不太可能 所以说导弹已经服役这么多年 其中很多电子设备 也是跟随了服役这么多年 而这些电子设备 设计起点之间可能还更早 所以说它的老化现象 必然会很严重 导致结果就有可能出现 比如通讯设备 翻新的时候 为什么说要搞新的导弹呢 可能我过去很多模拟设备 要反正数字设备了 其实从这三个事件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 美国有关于陆基核武器的管理 确实存在着不小的漏洞 那么在丑闻不断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也会对美军研制 下一代陆基核导弹 形成一定的阻力呢 其实这个问题 从丑闻来讲 它会引起美国军方的这种重视 因为这毕竟是核弹 现在美国现在跟俄罗斯谈新的这种限制核武器的这种条约之后 他们双方要把各自的核弹要下降 那么裁减它之后 谁来接替 也就是谁来接替民兵三 不可能把陆基全都给砍掉 那么维持下来的 就要由新型的这种陆基的核武器来接替 但是新型的陆基核武器 就是一个刚才你讲的它可能是有一种机动性不完全固定在发射井里了 它的性能主要是在解保隐信引爆 它的可靠性上要加强 包括它的打击的精度上要加强 这个是美国下一步要发展 就是核武器或者是陆基核武器的这个指导思想 而在于这个丑闻发生之后 他们将会更重视陆基核武器的这种管理 因为你新的研制出来 你还是要有人管呢 所以美国将会就是借助这些丑闻的发生 可能会加强它的对这种陆基的核武器的管理 而且我们说这些丑闻也足够引起美国高层的重视 那面对差强人意的安保状况 美国军方也不得不进行一些改变 很快他们就打出了一张安全牌 随着美国陆基核力量安全丑闻接二连三的曝光 美国军方高层也不得不做出调整 如今一场酝酿已久的大规模陆基核武库加固 与升级计划已经建在弦上 然而就在军方高层雄心勃勃的准备 借此完成陆基核力量的管理转身的时候 美国政府却再一次不合时宜的给军方的雄心 拖了一盘冷水 升级计划建在弦上 核武削减大潮来袭 新导弹的诞生是否会令民兵三退出江湖 在2030年以后 民兵三型的这种陆基的导弹 它将会被新型的导弹逐步的给取提点 海基核力量发展顺风顺水 美国陆基核武库为何被指糟糕并强大着 我强大我有用 但我很糟糕 你要维持我的强大 维持我有用 海前台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美国研制新一代核导弹接替民兵三 部署方式发生根本变化 美军下一代陆基核导弹的目标究竟是谁 美国要玩这东西呢 不见得是要去追击河洛 发射井内民兵三离奇失踪 50枚核导弹同时掉线 国之重器为何会在美军眼皮底下人间蒸发 你不去精心的维护它 照样会出现漏洞 陆基核武库意外结果 五天之后才公诸于众 美军到底想隐瞒什么 过了五天之后 这个巡视队伍才巡视到这个发射井上 你看这儿烧过了 损失不说多少钱 陆海空三基核力量论资排备 海基核威慑独占河头 美军陆基核力量能否凭借新一代导弹 实现全面逆袭 沙场推出 逆势而起的美国陆基核权正在河头 从突如其来的发射井火灾事故 到离奇消失的民兵三核导弹 美国陆基核力量糟糕的安全状况 可以说是让美军高层伤透了脑筋 而为了尽快扭转这一局面 美军也是迅速打出了手中的安全牌 开启了自己核武库的大规模安全加固与升级 不过在如今倡导削减核弹数量 以及研制下一代陆基核导弹的双重影响之下 丑闻缠身的美国陆基核力量 真的可以改掉这些长期积累的旧席吗 而面对目前糟糕并强大着的基本现状 一向被笼罩在海基与空机核武器光环之下的 美国陆基核力量 有是否会逆势而起扭转乾坤呢 2015年11月 据媒体报道 位于日苏里州堪萨斯市的一个新工厂正式落成 引来了多家美国当地媒体纷纷前来报道 让这些媒体普遍感到好奇的是 虽然从外观上看 眼前只是一家普通的工厂 但工厂的占地面积却比美国国防部还要大 而厂内的机械设备配备更是未来感十足 此外还有数千名工人在厂房里忙碌着 正当媒体对于这种现象感到不解的时候 一位美国军方人士道出了玄机 原来这家工厂 肩负着为美军导弹部队更新老旧核弹头的重要任务 据报道 如今美国军方正在加快更新自身核武库的步伐 而根据最近一份评估报告显示 这项大规模核武库更新计划的总支出 更是高达1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 作为该计划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军也将加固位于欧洲地区六处核武库的安全设施 以此来加强其核武库的安全等级 然而 就在美国军方按部就班的加快核武库更新步伐的同时 美国总统奥巴马却在近期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中 再次表明了其上任以来所倡导的无核世界的构想 并把裁减核武器变为美国国防政策的主要目标 对此 有分析人士表示 这种做法更像是美国发展核武器的新式障眼法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军陆基核武器的一些糟糕状况 面对这样的一些状况 美国也在做着调整 一方面他声称要同时削钱美俄之间的核力量 同时他又在研发下一代的陆基核导弹 那么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一定的矛盾 其实没矛盾 包括美国也一想 我零要削钱 可以 我数量可以降低 弹头可以削 7000枚变5000枚 我可以去削 老导弹民兵三正好寿命也快到了 咱们就削了 把它削掉 那后边怎么办 民兵三我可以升级改造 我可以保证我更少的导弹摆在这 但是打击精度可能会更高 弹头数量有可能会进行调整 按说现在它只能允许单弹头 但是我搞一个延伸能力 我先导弹是单弹反导弹 但只要必要的情况下 我可以随时加装第二第三导弹 变成多弹头导弹 那么再一个 精度上去之后 我还要提供一个 比如说对加工没有穿透能力 我这样可以在高精度 高穿透力的情况下 对一些个 比如对方的一个什么指挥所 发射警 这种加工标进行打击 那可能是原来我需要大当量的 现在可以小当量觉得问题了 原来很大 不大杀伤的 现在杀伤也减小了 所以我用性能去 拟比我些数量的缺陷 那这能说我的力量 是说我减数量不减能力 所以一点矛盾都没有 它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 就跟我们平时健身一样 把脂肪减掉了 把肌肉领出来 所以说美国是以削减为名 其实在进行一个更新换弹 但是话又说回来 曹老师以您的观察 切形导弹出现之后 民兵三会完全消失吗 会的 因为现在我们首先看 美国的现在核力量 美国现在有7100枚核弹头 那么其中就是 它作战部署的是 2080枚是实战部署的 那么它现在储备的是多少 是2680枚是作为储备的 那么它准备就是销毁的 现在弹还是好的 但是就是刚才你讲的 它要退役了 它老旧了 不好使了 现在这有2340枚是准备销毁的 但是它跟俄罗斯达成了一个协议 必须在2018年要双方各达到5100枚 或者5500枚这个核弹的数量 那现在7100枚显然多的 裁水呢 显然要裁陆基的 包括部分空机的 那么显然你看它的这个陆基的 民兵三的这种就是力量 显然是要被削减的 刚才我前面已经讲到了 它去年和今年将分别裁掉 就是100个发射井 那么它下一步呢 就是用什么样的导弹来取代民兵三呢 它下一步的导弹现在已经在研制 或者是说在这种研发的过程之中了 它准备在2030年要取代掉民兵三 那么新型的导弹和民兵三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吗 刚才我也讲了 它要在这个安全性上要提升 还有一个就是在它的精确性上 因为它的这个海基的 就是这个三叉戟型的导弹的精确度 可以达到90米 那么陆基的是不是可以达到这个精度呢 那么你下一步发展的这个陆基的这个精度 一定要达到不亚于三叉戟的 或者是说我可以放更小的当量 不靠一种巨大的破坏力 我就可以达到自己的这种核打击的目标 或者战略了 企图了 那么现在呢 在2030年以后 民兵三型的这种陆基的导弹 它将会被新型的导弹逐步的给取提掉 所以说核力量的更新换弹 应该是美国的一个头冷大事 而刚才说到了 作为美国核力量三位一体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我们看到美国的陆基核力量 日子其实并不好过 究竟什么情况 我们去了解一下 近期有媒体报道 美国陆基核导弹部队目前的日子并不好过 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便是糟糕并强大着 报道称 目前美国军方高层内部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思想 认为陆基核力量将会是未来遭受敌方第一波打击的牺牲品 而海基和空击核打击力量 则是美国核导弹部队的核心 也是此次美国大规模核武库升级计划 将要投入兴费的主要方向 据悉 目前美国维持着世界上最强的核动力潜艇部队 在美国海军的72艘核潜艇中 有14艘弹道导弹核潜艇 而它们可以携带高达232枚洲际弹道导弹弹头 不仅如此 这些核潜艇的自持能力也比较强 弗吉尼亚核动力潜艇的自持能力甚至可以达到70天 其装填一丝核燃料便可以使用33年 这无疑为海基核力量提供了安全保障 而相比之下 美国陆基核导弹部队的战备水平这些年却要松弃得多 如今 美国陆基核武器弹头装备数量不足 设备故障平凡 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转型过程中的突出矛盾 而这一现实状况 也令美军陆基核力量长期处于海基核力量的光环之下 不过 如今随着美国研制下一代陆基核导弹计划的公布 有分析人士表示 美国陆基核武器部队似乎已将超越海基核力量的希望寄托在了新型核弹的身上 我们看到如果说分析现在美国陆基核力量 那么有一种评价叫做糟糕并强大者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评价 其实强大还是强大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它这美国的核力量 陆基虽然不被重视 而它比例来讲也就是三分之一左右的比例 不是很高 但即使这个三分之一 因为美国的基数太大了 它就算剩了三分之一 这个数量也是绝大多数国家 基本上是望尘莫及的一个数量 它肯定是强大的 糟糕是什么概念的 就是大家刚才已经说的很多了 一 受众众的程度不够 可能资金人员到位程度不够 而且你要知道美国的各种军兵种之间 它是相互这种比拼的 抱掩也很多的 你比如说海基的被重视的 那陆基里边肯定就要抱掩 说你凭什么你重视他们那边 不重视我们那边 他们那有钱 没钱 这肯定不要紧 所以这种军兵种之间那种利益争夺 实际上对着拨款的那种分配的争夺 从来都停止过 他现在抱怨说我很糟糕 很糟糕的吗 你给我钱 给我钱 我才能更新换代 我才能把我这个系统维护好 不出户着 我才能够把我新的导弹搞出来 所以他现在一定要抱怨 我强大我有用 但是我很糟糕 你要维持我的强大 维持我有用 把钱拿来 说到底 这都是要钱的招数 而且与此同时 我们发现相比于海基 或者是空基的核力量 应该说陆基现在基本上已经沦为了一个陪衬 包括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 陆基之所以被诟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的打击方式并不灵活 容易受到攻击 刚才我们也说过 现在他的新型的陆基核力量也在进行更新 比如说是以铁路或者是公路为机动方式 会不会一定程度上的减少以前发生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会减少以前的问题 但是这个比例会非常小 因为美国人自己做过一个判定 就是说这个陆基 海基和空基的核力量 遭到对手打击的情况下 谁的生存率最高 那么海基的生存率是最高的 起码是60%到80%的生存率是没问题的 因为它可以借助全球的海洋 把自己藏起来 那你很难发现它 把它给毁掉 那么空基的生存率的大约是30% 但是陆基的这种生存率是最低的 美国人给自己算了算 说我们可能最多有5%到6%的生存率 就是陆基的 就是民兵发射井这种形式的 那么你即使换成就是机动发射 比如说刚才讲的铁路发射或者是公路发射 那么这种生存率最高能提高10%到15% 那你想想15%再加上原来5%才20%的生存概率 但是你跟海基比起来 你才是人家的三分之一的生存概率 那么既然你的生存概率不高 那么我现在要重点发展你 那我得发展你三倍才相当于海基的生存率 所以它仍然与海基的隐蔽性或者是生存率比 它是没法抗衡的 但是陆基为什么还要保存呢 因为它的这种成本低 因为它毕竟是放在发射井里 或者至多是放在铁路或者公路的移动平台上 可是你核潜艇 你造一个核潜艇啊 那你隐形战机的话 B2隐形战机 那是用金子堆出来的呀 那我放在一个发射井里的 或者是放在一个移动平台上的这个陆基的导弹 那成本要低的多 所以我也要适当的维护一下陆基的这种发射能力 形成我美国三位一体的这种打击力量 所以它仍然会保留陆基的核力量 但是呢 它不会作为三位一体的核力量里的重点来进行发展 从美国新一代陆基核导弹方案的公布 到核武器大规模更新计划的推出 似乎令人们一度看到了美国陆基核力量重新崛起的曙光 但与此同时 接二连三的核安全事故 却让这项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 相比于目前军方高度以重的海基核力量 美国陆基核力量的复兴之路依旧万长 英国皇家海军掀起造舰热潮 R6型护卫舰关键时刻遭遇泼冷水 英国皇家海军眼中的全球战斗舰为何屡次难缠 45型驱逐舰开创全电动力仙火 英国不惜20年磨一舰 比低低至1000还要先进的军舰为何出现致命漏洞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取得重大进展 全球舰队核心竟为中国制造 渣场敬请收看